有人说免签以后新加坡的物价涨了 其实呢这真的和免签没有直接关系 因为这几年新加坡的物价一直都有不同幅度的上涨 但这家烤一碗炒饭在新加坡走红的餐厅 却能坚持几十年不涨价 就连李鲜龙也是他们家的老顾客 李鲜龙 就是这家拥有60年历史的陈福基炒饭 刘嘉玲 陈杰玲 夏花城 李连锦 牧春拓在 周星石 还有李鲜龙 看这个小本们就知道 他们家的这碗金香银炒饭曾经有多火 别看这碗炒饭卖相不算突出 但是它的喷制工艺却是非常讲究 饭你要先煮好 然后把它冷藏 八个小时 那个蛋黄可以这样提上来 下面呢铺一层螃蟹肉 是水蓝卡螃蟹 80年代已经卖了一碗25块钱 一个人分 现在我们还是保留这个价 想到年这碗炒饭也炒到了中国 但是因为这几年物价上涨 25亿碗的炒饭也从天价变成了平价 香港 北京 上海 虽然现在多家门店一陆续关闭 但主作海鲜供应商的老板呢 依旧坚持守着这家小店 也依旧坚持限点限场 在新加坡不乏网红餐厅 但依然找到不少不齐的老店 所以这份炒饭更多了一份情怀 一碗炒饭 一只螃蟹 这也是属于新加坡地道的老味道